複製膠就是塑膠黏土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屈膠 只要你放在熱水裡面 它就會變軟 就可以塑造你自己喜歡的形狀 一般在12元店或者美食店都可以找到 你可以當它是普通黏土 塑造自己喜歡的公仔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弄成一個模具 現在就講一下製造方法 首先就把熱水煮滾 如果你用熱水的話就會快點滾 之後就把熱水倒進容器裡面 再放複製膠進去泡幾分鐘 複製膠淋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搓 那你就好像平常這樣搓黏土 這樣就去做你自己喜歡的形狀了 做完之後就準備一些冷水 再去放入冷水裡面冷卻的 那它變爛了之後就可以拿它出來的了 那你隨時都可以把複製膠 那你隨時都可以把複製膠 就放進去熱水裡面 那就可以再塑造的 那如果要做武具的話 就準備一些素材 再把複製膠 再把複製膠搓完它 就放在素材上面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進冷水裡面冷卻 然後就可以脫帽了 那這些帽具呢 那這些帽具呢 就可以用在黏土作品 或者滴膠作品裡面 那你就可以塗這些 baby oil呢 就進去帽子那裡 或者呢 你可以撒一些生粉 進去帽子那裡 不妨礙了 它是沒了 它會讓捏了